不是因为我写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下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国花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大家好 我叫Alex 我的中文名字叫 然爱丽 我是这里 青海民族大学的英语老师 我在中国已经 五年多了嘛 自从八岁以来 我一直想当一个老师 原来可能就是一个 历史方面的老师 因为我也一直对 这个历史文化感兴趣 但是我是45岁的时候 就发现我有这个 学外语的爱好 我也发现我 学外语的时候 也喜欢帮助别人学外语 所以我最重要的事 是继续说 我在明大已经当老师三次年了 一直感觉语言就是一个沟通的桥梁 南非前总统跟曼德拉 他说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 他说 我老师觉得 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不管是 或者规模比较大的 或者规模比较小的 都来自误解 你不理解我 我不理解你 所以我们就有冲突 所以我还是觉得 去理解别人 去理解文化 首先需要理解他们的语言 这样你才能跟他们沟通 这样你们才能互相交流 互相理解 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 和平的和谐的安全的将来 所以我当一个语言老师 我也对我的学生们来说 算是外在世界的一个窗口嘛 我也希望他们可以通过我 多了解国外文化 但是我也希望我也可以 根据他们 通过他们来了解当地文化 这里中国文化 所以我最希望的是 给我的学生们创造一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就会让他们 去相信他们自己 像我之前 我一直有的一个毛病就是 我老是感觉学习也好 运动也好 生活各个方面也好 我老是感觉 如果我第一次做一件事情 如果第一次做不到 这就说明 这就意味着我一直做不到 但是我来了中国之前 我也有这个功夫梦 看到好多功夫片嘛 我就想来中国 连传统武术 传统功夫 然后我来了青海 我跟这里一个老年人 连这里的八门拳 然后我也刚开始连的时候 我也还是有这个毛病 我会对我自己非常生气 就是哎 我刚学的这个拳法 为什么打不出来 为什么打得不对什么的 但是我的师父老说 没关系没关系 能吃苦就行 然后他说的这句话 能吃苦就行 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口号 我经常说 我也会给我的学生们说 能吃苦就行 因为我的很多学生 他们也经常跟我说 他们说 Alex很抱歉 我的英语学得很差 我学了十年多 但是我感觉我一辈子都学不会 我给他们说 你绝对不能说你学不会 如果你说你学不会 那你肯定学不会 但是我相信你能学得会 我不会告诉你 会很容易 你这样有这个秘密方法 你可以学得会 不会 最好的方法就是 努力学习 努力练习 上课的时候多说话 也就是能吃苦就行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武术 不只是因为我觉得很苦 而是因为这个能吃苦就行 这个道理 真的完全改变了我的全生命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们 也会理解这个道理 作为他们的英语老师 我希望他们的英语也会进步 但是根据我自己的教育思想 我的educational philosophy 我觉得老师教的内容 不仅限于课堂上的内容 也应该影响到他们全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我身边的很多同事 这里的中国老师们 他们还是比我做得更好 他们很敬业 也很辛苦 特别关心他们的学生们 然后 然后 那个韩语说的那句话 诗者传道 授业 结货 我也 他们都做到了 我也希望我 能做到这个 结货 授业 更希望我能 做到这个传道 今天就是教师节 我想向我生活中 所有的老师们 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希望你们今天过得很高兴 多关注自己的身体 Have a happy teacher's day